不回归娱乐圈了 与黄海波付出不同 陈宇凡遭到了大众的抨击 因为陈宇凡之前和白百合离婚事件闹出来之后 他曾说过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如今光速付出也是自打脸 对于外界的质疑声 陈宇凡也发表声明 我所做的所有选择对于我来讲 在那一刻都是为了爱我的和我爱的人 如果当时的退出算退出 那是我为了我爱的人 如果说现在的回归算回归 那是为了这些爱我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翻篇了 但是这对于众网友来说 这件事情并未翻篇 还说他付出就是为了捞钱 之前瞒着观众与白百合假装秀恩爱 已经让人憎恨不已 如今一年都没过去 就开始筹备再全钱 继续参加第二季梦想的声音录制 有网友表示 捞钱就捞钱说的这么文艺 既然做不到退出 当初就不要把话说的太满 更有人说娱乐圈不是你家 还有人说 真正说退出娱乐圈的只有陈冠希 人家说退出就退出 即便是当红也愿意自毁前途 不过小编认为明星的私生活 我们管不着 要说陈雨凡坐在哪里 大概就是离了婚还在跑男上 假装秀恩爱圈钱吧 这种确实很多人都没法容忍 再想想梦想的声音上 林一连唱绿光时 陈雨凡头上的那一缕绿光 难道真的是节目组故意的吗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